那想问一下您觉得北京哪里最好玩 我家里是以前是胡同里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来北京的话 特别推荐到北京原东西城的老胡同去逛一逛 然后我指的这个胡同不限于南罗古像 像现在特别商业化的这些 可以去看一下那些四合院也好 大杂院也好 保留的比较完整的一些小胡同 我推荐一个西城区的正阳书局 最近的地铁站是 临近胡同地铁站 还有一个应该就是叫西四站 就特别有老北京的风味 那北京最好吃的呢 户国寺小吃 但是我还是推荐去这个东西城的一些 老的户国寺小吃 比如说西单北大街有一家 还有老北京的豆包 那豆汁呢 豆汁我本人作为90后我没喝过 我家里人也不是特别那个 但是还有一个推荐 就是南罗那边有一个摇记炒干 也是一个老字号 还有一个推荐 是在这个朱氏口的袁兆记 是吃包子的也是一个老字号 那你觉得北京最好吃的是什么 烤鸭 真的啊 烤鸭 哪一家最推 四季名符吃烤鸭 最好玩的呢 环球影城 环球影城年轻人喜欢去 30岁以后我反而更喜欢去故宫 我小时候是从来不喜欢去这种古建筑的地方的 反倒是我30岁以后我喜欢去古建 那你怎么品味这个故宫呢 也没有那么的深奥 就是走走看看 那些红墙 然后琉璃瓦 然后这些地方就会幻想自己就是几百年前的宫里的人 不对宫里的是太监 人都文官啊 对对对 还蛮惬意的 那先生是哪里人 我是北京人 北京呢 对 您作为从小在北京长大的 北京有什么地方好玩跟好吃的 跟大家分享一下 北京嘛 它的历史非常的悠久 它是元明清三代的这样一个都城 所以其实 当然元的遗迹可能会少一些 但是会有很多这种这个宫廷相关的这样一些皇家园林 如果比如说你对一些历史 你对一些建筑 包括你对一些文物有概念的话 你在故宫啊 或者说在颐和园啊 这样一些景点 就这些东西虽然它是景点 但是它不单单是一个打卡式的景点 你拍一张照片 其实你可以解读出来很多新的东西 然后另外呢 就是现在有这么一个词叫city walk 是吧 就是其实北京也有很多地方可以去city walk 只不过这些地方呢 它不像比如说上海 就是你可以直接看到这些民国时期的建筑 就是它实际上是 你看起来平平无奇这样一个东西 它可能是一个名人故居 虽然这个故居不一定开放 你看起来平平无奇 这样一个四个月 可能它以前是一个王府 就是它其实有很多内在历史 但是这些内在历史 可能就像很多人在感情中一样 它不太会去表达 但是如果你愿意深入地去发掘的话 其实我觉得里面很有意思 您在北京有没有 你觉得北京最喜欢的点 你最喜欢北京哪一个部分 历史 文化底蕴 对的 那你最喜欢去北京哪里玩 北京我没有挑的 我觉得放假的话 或者是比如说下班之后 我就随便走一个地方 就能够去比如说胡同啊 或者是哪里去一个什么公园啊 我觉得都不错 那北京什么最好吃呢 第一次来北京的话 一定要吃吃烤鸭嘛 烤鸭 北京烤鸭对吧 哪里家对推 地区全聚的 全聚的 对啊 全聚的啊 如果还没吃过一定要去 然后另外就是北京它有那个火烧 像驴肉火烧啊 对这个要去尝尝 如果说比较重口味 它可以尝尝北京的豆子 那个画面上就来了 你喝过了吗 我其实还不太干 那北京最不习惯 或者是不太喜欢的部分呢 沙塵包 现在还有沙塵包 很少 很少 但是偶尔它会有一点点 就是还是有 直接性的吗 大概几月份会员 不是 大概是在三月份左右吧 我一年半遇过一次吗两次吧 一到两次 一到两次 那现在非常好了 可能要戴口罩这些吧 对对对对 给大家推荐一下您的家乡 东南永州 如果有看过以前课文的话 就是柳中原 有写过就是那个永州 永州铲蛇 就是还有永州的血压之类的 您推荐大家几月来北京 你觉得北京 10月 10月怎么说 十一长假过后 就是首先你要避开十一国庆假期的人流高峰 第二个是你能看到北京最美的秋天 它相较于夏天来它是干爽 它的温度适宜的 然后空气的能见度会更好 整几天其实挺好的 对然后主要是它的那种景观是层临近染 你会看到各种颜色交绝在一起 黄色金色绿色 推荐十月来北京最好的季节 您说你是来湖北 要不要推荐一下您的家乡 湖北的存在感是蛮低的 因为旁边都是比较有存在感的省市 你看我们南边是湖南 湖南威视做娱乐的对吧 然后西边是重庆和四川 然后好吃的好玩的比较多 东边就是厂江中下游了 江浙户 所以湖北给大家最刻板的一个印象 可能就是外出打工的多吧 因为湖北它去上海和去广州深圳会比较方便 它处于一个地理中心的一个位置 对好像去往东往西往南往北 都是两个小时都能到达长山脚 然后穿于广深 有没有什么好吃的家乡在 小龙虾 麻辣小龙虾 标准的早餐搭配是热干面加一杯豆浆 可以跟大家推荐一些道地地道的上海的 上海 像北京推荐上海是吧 那我看看周边有没有北京的 这不能算杂场 上海这个环境再去接上海 我觉得就是有点多余 我觉得 但是你说吃的话呢 私房的 真正私房就是我自己做了 上海男生都会做菜 因为你说吃面的话最有名的 你除了那个就是那个蟹粉拌面 或者是那个什么虾仁拌面 蟹粉和虾仁就是讲究那个新鲜嘛 就根本的就是那个拌面的那个料嘛 自己做的话在家里自己做 其实就可以做出一个非常正宗的 上海风味的葱油拌面 很简单的啦 想问一下 因为您是在上海长大了 是 三十年前的上海跟现在的上海 有很大的变化 是肯定 大到什么样的程度可以跟大家 因为可能大家很多 我看很多00后 他们可能不太了解 他们没有感觉啦 特别是这个十年 生下来就是这个样子 对对对 那你一小时候的上海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基础建设咯 首先肯定地铁就没有 对不对 公交车 公交车击死人 那个我记得还很清楚 我七八岁八九岁的那个样子 挤一个公交车 那是真的是要苦死苦死的 那个真是那个人肉三明治 应该现在还是有那种聚拢车嘛 就两节车厢当中有链条连接的那种 那个就是上下班的时候 就像那个东京那种地铁 那个地铁往里推那种 对对对 那个公交车就是那种概念 对 然后可能市民的这个素质啊什么的 也都不是太行嘛 对不对 那你像现在的话 我以前年纪还轻的时候 去日本去玩了一圈 那个时候印象最深的时候 啊 街道好干净 好整洁 下个雨 这个脚面打湿了 那个鞋子回去 干了以后也没有什么污渍 那可能现在 可能我们国内比 这个日本还稍微是有一点长 我觉得这个应该还是有承认 但是比起之前的话 这个完全是 比起您小时候 对对对 进步了不知道有多少了 那就肯定了 对对 所以我觉得上海最厉害的点 不是在于他一直以来都那么厉害 而且他从他从先生小时候的状况到现在这么优秀的状况 这是上海最厉害的 对对对对 一步一步一步 因为因为也是一个有一个时间车 他也不是一夜之间就变成这个样子的 作为一个土生土壤的在地人来讲的话 也跟着这个变化一点点的过去了 所以每天有这么一个亮点 第二天又有这么一个亮点 时间差也就也就习惯了 可能你突然问我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我只能从人生的安全角度来讲 我觉得而且是跟横向比较对吧 纵向我觉得 因为大陆毕竟本身来讲也是比较 还是比较安全 刚刚提到帅哥是陕西的 对 跟大家介绍 或者推荐一下你的家乡 跟家乡好吃好玩的 我们家乡 西安 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 有很多就面食 还有牛羊肉泡馍 肉夹馍 对肉夹馍 还有这个凉皮 景点的话像西安有很多 兵马俑 大唐福荣园 大雁塔 小雁塔 华清池 华山 大唐福岳城最近很多 对 介绍一下自己的家乡 好吃的好玩的地方 那我先来说吧 然后我是河南人 然后我们河南也是一个文化 比如说洛阳是古都 洛阳开封这些都是古都 然后开封的亲密上河园 还有就是江泽的云南山 然后洛阳的是老军山 我现在就是之前也挺火的 在那个媒体 好吃的那就更多了 什么胡辣汤 我不知道你们知道不 对还是河南会面 然后河浪面 然后这些我觉得都 我们河南美食很多 江苏的话就是一个风景很美的地方 因为那边是江南地区嘛 然后也是有山有水 美食好像江苏那边 因为它口味可能偏清淡一点吧 然后比如说南京 苏州那边可能就那些美食比较多吧 各位跟大家推荐一下您家乡 推荐石家庄的驴肉吧 那你觉得像在英国的话 跟在北京生活有什么比较明显的 不一样的地方 房租太贵了 伦敦的房租是PPW 叫pounds per week 也就是说你是按周去付租金的 那我租的地方呢 是325pounds per week 也就是说一周的租金 大概是人民币3000块钱 是按周付租金的 一周 对 纽约其实也差不多 纽约可能一个月的房租 可能大概要 三四千美元吧 就是留学生的话 可能大概要三千多美元 那物价呢 物价的话 我生活比较简单 比较简化 基本都是超市买东西 这样的话 我觉得物价 我觉得菜更贵一些 因为英国没有畜牧业 它基本都是从阿根廷啊 什么这种智利啊 这种地方去进口的 菜会更贵一些 其他我觉得差不多吧 再其他的 其实我也不会去消费 那请问一下 那您在北京 您买房了吗 买了 买了 你三四二岁 在北京买房 不是全款买的 就是都是贷款买的房 现在谁有全款买的 买得了房子 而且全款买房 也是非常笨的一个方法 你觉得北京的生活的 这个花销怎么样 物价如何 北京物价比香港低 跟上海差不多 就是两个地方 最大的不同 就是北京的房租 和房子 应该是比上海要贵得多的 北京的租房 是内地最贵的 最贵没有质疑 绝对不骗大家 因为北京这个城市的 布局是这样子的 它是二环三环 四环五环的去分布的 它的那个产业 就是能提供岗位的产业 集中在像国茂 东三环 西二环 金融街 然后中关村 以及旺金 那所有的人 他们都会从四面八方 往中心来聚集 就会造成了租房市场的 供服应求 那上海不一样 上海它都是分片式发展的 你可以说你甚至都不知道上海的市中心 你定义为哪里为市中心 你可以定义为普通 你也可以定义为靖安 但刚才这句话可能会 某些上海本地人会打我一巴掌 他们可能会觉得不应该是普通 但是从我们的角度上来看 上海它的产业分布是更分散的 北京都是集中在这几块区域 所以上海的房租没有北京的高 深圳也没有北京的高 平均吗 对平均 北京是最高的 刚说明你已经买房 你在几环 那大概房价大概多少 当时买的时候是均价8万 4.5环 4环5环中间 对对对 一平米要8万 对 多大 小100瓶 北京你最喜欢跟最不喜欢的点 我觉得北京是我喜欢的城市 是因为它的包容 它很包容 四面八方的人都在这边工作和生活 然后对文化的包容 对口味的包容 对信仰的包容 对性取向的包容 对你生活方式的包容 对你职业的包容 可能也是大城市才能有的这种包容感 如果你家是一个小地方 你生活在一个城镇 那个小圈子避免不了 对你生活上的指指点点 以及你们的关系网 是缠绕在了一起 没有办法脱离 但大城市就是这样子的 就是你可以做自己 然后以及在这个一线城市 所体现的公平 商业上的公平 还是蛮能体现的 然后我不喜欢的是 有些时候的交通管制 就是各种大小会 然后交通管制堵车 但我们推荐你们可以去故宫的平替太庙 太庙就在故宫的隔壁紧挨着故宫 然后两块钱的门票可以现场买票 对平替 平替 怎么说 太庙目前里面有国内最多的金丝楠木 从祖宗的角度来说 它的建筑的高度是要比太和殿还要高的 对 但是为了平衡黄泉跟宗族 然后把那个须弥座 然后又降低了 然后它的建筑的村 近身高是要高于太庙的 但是它的须弥座 是要低于太和殿的 对平衡的高度是要低于太庙的 对平衡的高度是要低于太庙的 不至于太庙的角度